我們下一支 下一支雷車 下一支我們來拆這個ASUS Zenfone 5 下一個我們來拆這個ASUS的Zenfone 我不知道這個是Zenfone多少 Zenfone 5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接著我們來拆這一台Zen 接著我們來拆這台ASUS的Zenfone 我們上面有貼一大堆膠帶東西把它撕掉 哇塞 這些膠帶已經都爛掉了 接著我們有貼一大堆膠帶東西 心靜的主要用的是 有処別的手 一連合精采 這那個應該的主要是 辣全 crack的 豹死有多少 出黑 cheeks 1 長辣 3 縮53 fear 4 縮 forgotten 5 縮54 1 縮54 7 % 3 4 縮54 7 縮54 7 縮54 來吧 OK,我們這一支Zenfone拆開來 它後面是可以新開來蓋子的設計 但是它的電池是在裡面的 真是神奇 它後面開了蓋子 後面還有一層蓋子是怎樣 到底是怎樣 完成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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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呵呵呵 神奇 哇塞,這是什麼神奇設計 哇塞,這一支是Asus Zenfone 5 它裡面的設計有個酷炫的 它的SIM卡是在正中間的耶 它是一個蓋子 然後它的SIM卡是正中間 是一個排線模組 把兩張SIM卡放在正中間 放在電池的上面耶 這到底是什麼神奇設計 這裡才放在一邊 這,這裡會有幾個竹炫的 這就是在乌成的 這邊有幾個竹炫的 在贏核桃圍上面 這裡一直沾牆 來一下 然後這裡有一個竹炫的 這邊的振動馬達是直接外露的 你看這個旋轉的地方 竟然是直接外露的 超酷炫 這幾百年前的手機 這幾百年前的手機 旁邊就一大堆空間都是浪費掉的 就是完全沒有東西 它的電池也是長方方正正 所以它的手機厚度也沒有辦法減少太多 我們再嘗試最後一次的開機 看看到底開不開起來 哇賽!開起來了 這支是螢幕破掉了 我記得應該是觸控好像某一邊 我已經沒有辦法觸控 忘記了 我們就打開來再說 哇賽!這還是用Intel的處理器 Intel的CPU 這是幾百年前的手機啊 超帥 我現在只是開機而已 我已經感覺這個CPU已經超級無敵燙了 你果真是Intel CPU啊 爆炸燙的手機 竟然可以耶 真是奇蹟耶 好像觸控有點怪怪耶 所以這一台手機的觸控是只有上 還有上段可以 然後中 所以這支手機出口螢幕已經碎掉了 你看它上面玻璃已經碎到炸開來 它只有最上面可以動 然後 它只有最上面可以碰 然後中間段還有一段可以碰 然後它的下面 雖然可以開機 但是它的觸控螢幕已經徹底爛掉了 它就只有上段的某一小段可以用 然後還有中間的某一小段可以用 其他的都沒有辦法觸控 所以 就是它能開機 我也沒有辦法使用這支手機 我們就 好!關機 然後我們就把電池拔掉 哇賽!這個Intel CPU真的是要快燒起來了 嗯 所以 嗯 好的 噢,這是個好問題 這個出口螢幕壞掉了 我現在連關機都關不了啊 我們就試著強制關機看看吧 噢,可以耶 好啦 分解 就直接把我們的電池排線先把它拔 我們先把我們主要電池排線也拔起來 先把電池排線也拔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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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广翻墨 سے 墨广逃避 墨广 Audio 這也是很酷啦 這個SIM卡的排線就直接給他死死 這也是很酷啦 這個SIM卡排線就直接死死黏在這顆電池上面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超帥的 這也是很酷啦 這顆電池是2050毫安時的電池 2014年的電池 看起來也沒有膨脹也沒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單純只是螢幕破掉 所以這隻手機報廢了 我們就把這顆電池 丟了 然後我們就再把我們的手機組裝回來 如果我們有脫了,我覺得連조로十分離開 它的修正方是4周 就要到TV 重新的電池 117 4周 4周 1 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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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搞定我們的手機電池去 OK,這支ZenFone 5手機電池去出來啦,搞定 OK,這支ZenFone 5手機電池的手機電池